强烈台风薛兰诺逼近 气象局发布台风警报 花莲市长魏嘉贤 2号下午特别前往几个重点区域 视察排水沟疏通 以及出海口淤沙疏通的状况 同时也要求工程队以及清洁队全员待命 将24小时守护花莲市民的安全 台风还未触及陆地 花莲市就明显感受到薛兰诺的威力 2号下午2点40分左右 上置路一颗八尺高的凤凰木 不堪强风倒服 造成当地的交通主色 市长魏嘉贤立即到现场查看 也指示农官客和清洁队赶快排除障碍 随后市长在携投的建设客 还有工程队到南宾抽水站 了解准备齐齐 要确认抽水正常无碍 今天也发生了多起的一个状况 那在露宿的部分 那我们也携请了清洁队跟农官客 一起来把露宿的部分来做相关处理 那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人 那这个瞬间阵风非常非常大 也请大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巡视 我们相关抽水站的一个站体的部分 那还有抽水机组的部分 那今天也在做相关的整备工作 那也看到在海边的部分 南宾抽水站出海口的部分 也有预设的情形 那也谢谢值班的同仁 利用蓄水的方式 然后再把出海口的部分把它冲开 那也能够确保相关的排水安全性 那再次提醒所有的民众 那台风很难预料它的路径 那也请大家做好相关的防台措施 魏佳弦强调事工所在防汛期来临之前 除了定期性的做路数修剪 及排水沟清理之外 也进行预防性的清淤工作 同时他也提醒乡亲 居家周围的排水沟要保持顺畅 不要有物品阻碍水流 大家一起提高警觉 来保障全民的安全 居旅会欢迎视报道